Hello大家好,我是Calvin 那今天我要来做一个全新的尝试 就是用三国演义的视角呢 去分析马来西亚的政治 那第一个要被我拿来当小白鼠 开刀做实验的这个对象 就是马华 那我昨天看新闻的时候呢 就发现马华的总会长魏家乡 在出席一个活动的时候 刚巧就遇到了我们的首相安华 于是呢魏家乡就非常的热情的 去邀请首相出席来临的大年初一 由马华举办的新春大团拜 那首相呢也非常的大方 欣然的接受了这一个魏家乡的邀请 那很多网民呢看到这个新闻过后呢 都在这个评论区那边他骂马华 基本上来讲这里还是觉得 马华有一点点的小委屈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邀请首相出席 这个新春大团拜呢 是马华每一年都会做的事情 这个新春大团拜会在每一年的年初一呢 定时定点的在这个山村大礼堂举办 就连当时候2018年 由西蒙第一次执政的时候呢 马哈迪当上西蒙的首相呢 马华也是有邀请这个马哈迪 出席这个活动 只不过当时马哈迪拒绝了马华 反而出席了这个民政党的 这个新春大团拜 那这个就有一点搞笑啊 那我们回到这个评论区呢 其实我发现这个网民骂的有一点点的难听哦 那基本上来讲 我总结了这个网民的这个漫漫的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 那如果用三国的这个视角呢 这四个字就叫做三性加奴 那三性加奴指的又是谁呢 如果你熟悉三国的观众呢 你应该就懂三性加奴指的就是吕布 那吕布呢就是出了名的伊恩贼啊 他整天背叛老板 那整个故事呢可以从这一个呃 吕布从小上赴 然后他就呃跟随这个其中一个诸侯叫做丁源 那这个丁源呢有了吕布过后呢 就如鱼得水啊如虎添翼 基本上来讲的打仗呢都很长的赢啊 尤其是在这个攻打董卓的时候呢 我们都知道董卓是个大胖子大坏蛋嘛 那董卓看到这个吕布呢 就觉得哇 这一个武将怎么那么的勇猛 这么的厉害 我也想要 那这个呃 董卓的这个女婿呢 就从旁就是叫说这一个董卓 去诱惑这个吕布跳槽过来 用什么来诱惑他呢 就是用这个赤兔马 就是我们都知道 呃这个赤兔马就是 呃当时候三国时期的这个弗拉利啊 就是非常的快 非常的耐久 那这个情况来说呢 这个吕布呢真的果然中招 就被这个董卓收买了 他当天晚上呢就刺杀他的义父 这个丁源 然后就投奔这个呃 董卓去了 董卓得到了这个吕布呢 就更加的厉害 那这个联盟呢 这个反董卓的联军呢 就更加的拿这个董卓 没有办法 这个时候呢 就是呃 这个汉朝里面有一个大臣 叫做王允 那谁是王允 可能你不知道 不重要 但是他的女儿 你一定认识 就是貂蝉 王允呢 就利用貂蝉呢 去设计了一个美人计 给这一个董 呃给这一个呃 吕布 让这个吕布 还有这个董卓呢 互相看到貂蝉呢 都想要得到 然后进而互相的呃 撕逼啊 就是打来打去 基本上来讲呢 这个吕布到最后 果然也没有抵挡住 貂蝉的诱惑 就果断的也行刺了 就是把这一个动作杀掉 那这件事情过后呢 从此三姓加奴的 这一个名字呢 就彻底的落在了吕布的头上 基本上来讲呢 就是啊 这么一个故事了 就马华 可不可以 或者讲马华会不会成为吕布 或者讲这个三姓加入的印象 会不会永远烙印在马华的身上呢 其实我觉得 倒不一个 不一定是呃 肯定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 因为在三国时期啊 其实有一个人啊 比吕布换老板换的还要频繁 这一个人就是刘备 可是呃 就算你不懂三国 你没有听过三国的故事 你应该也不会觉得刘备是一个坏人 对不对 因为在我们的印象当中 刘备就是一个谦谦君子 就是一个很仁义的一个形象 可是呢 他换老板真的是 你五只手指都数不完了 我数给你听听看啊 他一开始呢 跟这一个呃 公孙战 那这个公孙战 旗下呢 就收获了一元猛将 这个猛将你一定认识的 就是赵云 那这个公孙战过后呢 我没有记错的话 他还投奔了曹操 那曹操过后呢 还投奔了这个袁绍 在这个关渡之战过后呢 袁绍战败嘛 就又投奔回曹操的这一个 怀抱里面 然后过后呢 因为这个曹操 不能够容忍 或者不能容纳这个刘备嘛 他就逃到去这一个 陶谦的这个阵下 陶谦死了过后呢 这个刘备又去到这一个 刘表的旗下 你看一看 数来数去 最少都换过五个老板 可是为什么刘备 没有落下一个三星加入的 一个骂名呢 其实我觉得最主要就是因为 首先刘备没有刺杀 他的这些老板呢 这是第一点就没有当一个 一人仔 第二点就是因为刘备很会做公关啊 他就是就是 陶渊三结义 就是刘关张 他们三兄弟的这个情义很重 那基本上来讲呢 就是因为一系列的这个公关的操作 再加上刘备呢 也没有做出实际性伤害老板的这个举动呢 因此才没有落下这个三星加入的骂名 那当然马华有没有可能从这个吕布的形象转变成为这个刘备呢 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只要呢 他们在这个团结政府里面 不要阿基阿座 不要背叛安华 终究有一天呢 可能还是有机会 洗脱这一个吕布的这个形象转而变成下一个刘备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析 或者是讲一个说故事的分享 那你喜欢的这个影片的话 记得要分享订阅我们的频道 拜拜